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赵丽颖强势回归 在人间即将首播,豪华阵容引爆期待 最近,悬疑奇幻短剧在人间悄然揭开神秘面纱,预计将在年末荡期经验亮相 让我感叹的是,这部由赵丽颖、影坊、张一山、新直雷等人连妹主演的作品,可谓备受关注 从赵丽颖拿下飞天奖,新电影《欲火之路》票房表现出色,到这部新剧上线 平台似乎是打算借它的流量和实力,掀起一波新的追剧热潮 不论是短剧的体量,还是紧凑的制作流程,这部作品都显得别具一格 消息一出,观众们欢呼雀跃,纷纷期待剧集带来的惊喜体验 具有顶级制作班底,高水准剧本和强大阵容的《在人间》 似乎已经锁定了同类型剧集的最高标准 这部剧由徐冰自编自导,剧情围绕男主的多众人格展开 最初的预告中,我们见识到了一位名叫贾小朵的富人格觉醒后展开的排挤战 但在最终成片中,女主贾小朵和男主徐天则在一段虚拟空间的心灵之旅中 相遇了许多因生活与爱情困扰的青年人 这种多重世界的交织,最终通过彼此间的帮助,达到自我治愈的结果 从预告片来看,剧集在多时空转换下保持了扣人心弦的节奏和极高的制作水准 堪称一部实力非凡之作 赵丽颖作为本剧的女一号,颜值与演技兼备,已经在观众心中树立了绝对的实力形象 回顾风吹半夏和幸福到万家等作品,赵丽颖的表现几乎无可挑剔 在本剧中,她对角色的诠释和情感上的感染力,更是让人期待不已 男一号《银访》,则是在新生代演员中脱颖而出的实力派 《银访》的演技直接,爆发力强,塑造人物的能力极佳 这次和赵丽颖合作频繁对系,许多观众都对她的表现充满期待 她能否再度给我们带来惊喜呢? 张一山,新直磊,周一维,董子健,孙谦等实力派演员的加盟,更是让剧集如虎添翼 新直磊和孙谦此前与赵丽颖有过愉快合作,再次强势回归 这样的阵容设置显然为剧集增色不少 剧集的精彩内容和豪化卡斯,再加上赵丽颖的当前热度和强大号赵丽 在人间若能趁热打铁提前上线,势必会刮起一股追剧狂潮 这样的一个适合的档期选择,不仅能保证流量效应,也会让观众们大饱眼福 在剧情和角色的发展上,在人间更是层层递进,不断突破观众的想象力 除了赵丽颖饰演的贾小朵和银坊饰演的徐天,剧中其他主要角色也有着引人入胜的故事线 首先,张一山在剧中饰演的角色有着多重身份 表面上,他可能是一位平凡的上班族,但在虚拟世界里,他却是一位高超的黑客 张一山的细腻演技,使观众能够深刻体会到角色在两种身份之间转换的斗争和困惑 剧中,他的角色不仅要面对虚拟世界中的敌对势力,还要在现实中保护他的亲人 这种双重身份带来的复杂情绪,被张一山演绎的淋漓尽致,给观众带来了深深的共鸣 辛直磊则饰引了一位神秘的心理医生 他不仅帮助贾小朵和徐天探索他们自己内心深处的阴暗角落 还通过他独特的治疗方法与各种心灵困境的青年人互动 辛直磊通过对角色心理层面细致的刻画,展示了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角色形象 他那双洞察人心的眼睛和坚定的表情,让观众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力量 仿佛他能够穿透人心,看透一切 周一维饰演的角色则是一位充满谜题的艺术家,在剧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他的角色不仅是虚拟空间中众多谜题的设计者 同时也是贾小朵和徐天旅程中的一位指导者 周一维的表演以其深邃的眼神和冷峻的台词,展现了角色内心的复杂和纠结 他的每一个举动和言语,似乎都在引导着主角们向着更深的秘密步步逼近 董子健在剧中饰引了一位受困于家庭和事业的普通青年 他的角色是展现现实苦难的重要一环 董子健通过对角色的细腻刻画,将一个困惑但又试图奋力自救的青年形象展示得淋漓尽致 他在虚拟世界中与贾小朵和徐天相遇,并在他们的帮助下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这一过程让观众深受启发,产生强烈的共鸣 孙谦饰演的角色同样值得关注 他在剧中是贾小朵的忠实朋友,也是一位在现实中与看似无解的爱情问题做斗争的青年人 孙谦通过角色的生活画表演,展示了当代年轻人在面对爱情时的种种困惑与挣扎 他的角色在虚拟世界中也经历了一段自我救赎的旅程 这段旅程具情感人至深,让观众难以忘怀 随着剧情的推进,剧集不仅展现了角色们在虚拟世界中的种种遭遇,也让观众看到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成长与变化 这部剧通过多重世界的交织,不只讲述了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更让观众们在角色们的经历中找到了力量和勇气 赵丽颖的强势回归,无疑引发了观众们的广泛关注与期待 在人间这部即将播出的作品不仅拥有强大的演员阵容,更是以其精心设计的剧情和深刻的情感刻画,让人充满了期待 作为主演的赵丽颖,一直以来以其精湛的演技和敬业的态度,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 从早期的青春偶像剧到后来的大制作古装剧,赵丽颖不断挑战自我,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竞典角色 此次他携新剧在人间回归,无论是剧情走向还是角色形象,都让人对他的再次亮相充满了无尽的期待 在人间的豪华阵容也是这部剧的一大亮点,除了赵丽颖的清晴演出,还有众多实力派演员的加盟 这无疑为该剧增添了更多的看点 观众们不仅可以看到赵丽颖全新的演艺风格,还能在剧中感受到各位演员之间的精彩对手戏 强大的演员阵容以及制作班底,预示着这部剧将成为今年的热门作品之一 特别是在剧情的设置上,这部剧融合了家庭、爱情、友情等多个元素 剧情紧凑且扣人心弦,观众们期待着他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赵丽颖一直以来都是一位非常具有职业精神的演员 无论是拍摄过程中的严寒酷暑,还是对每一个角色的细致打磨 他始终保持着对表演的热爱与坚持 在《在人间》中,赵丽颖再次展示了他的多面性与突破 他通过自己独特的表演方式,赋予角色深刻的灵魂 他对角色情感的拿捏与诠释,无论是面对爱情的甜蜜 还是人生中的挫折与挑战,都会让观众产生强烈的共鸣 这不仅是对赵丽颖演技的一次考验 也是他演艺生涯中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 对于观众而言,赵丽颖的每一次回归都充满了惊喜与感动 他的作品不仅能够带来视觉上的享受,更能够引发情感上的共鸣 在当今这个影视作品层出不穷的时代,赵丽颖凭借自己独特的魅力与实力 依旧能够屹立于娱乐圈的顶端,这本身就是一种成功 此次的在人间无疑将再次证明他作为一线演员的实力与价值 相信这部作品不仅会受到国内观众的喜爱,也将会在国际上引发热议 作为观众,我们期待在人间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感动与思考 无论是剧中细腻的情感表达,还是演员们精彩的表演,都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王一博主演的五部必看电视剧《你心动了吗?》 该剧集含多部剧,涉及古装探案,刑侦缉毒,武侠言情和都市喜剧 每部剧均由王一博等演员主演,剧情跌宕起伏,视觉效果绚丽,人物塑造深刻,展现不同题材魅力 主演韩盖,黄轩扮演高炳竹,王一博饰演白李弘毅,宋倩演艺五思月 剧情阐述,该剧讲述了于洛阳底层游荡的不良副帅高炳竹 因缘计讳之下被卷入案件,沦为嫌疑人 在竭力谋求自证清白之时,他与致力于弄清楚父亲被毒杀真相的白李弘毅相遇 二人携手合作并结识了那位五思月 他们在探寻真相的过程中,察觉到了一个足以摧毁神都,染红落水的骇人听闻的惊天阴谋 推荐原由,其一,精彩绝伦的古装探案剧情 其情节跌宕起伏,充满悬疑且有着众多反转 致使观众始终保持着极高的好奇心 二、绚丽多彩的视觉效果,展现出圣唐时期洛阳的繁华景象 其服装、道具以及场景都极为精致美妙 三、演员们精彩绝伦的演绎 黄轩、王一博以及宋倩等一众演员对于角色的刻画极为细腻且生动鲜活 四、深度的人物塑造 每个角色皆拥有复杂的性格与背景 人物形象风盈且极具层次感 主演、陈小饰演吴振锋 王一博诠释陈宇 剧情概述 三年前,吴振锋因形式莽撞且违背纪律而遭开除景级 彼时的吴振锋心灰意冷 遭兄弟陈宇阻拦出境 途中二人近乎遭遇劫持 吴振锋为营救陈宇而被毒贩卢走 自此音讯全无 自此,二人的命运彻底发生了转变 三年后,陈宇成为了一名禁毒民警 未曾料想吴振锋再度归来 竟与一起命案有所关联 吴振锋洗脱衔疑后 却被陈宇察觉到他与贩毒集团之间 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为彻底剿灭贩毒集团 陈宇遵循上级部门的安排 脱去警服开启了禁毒生涯全新的历程 与此同时 他才知晓吴振锋竟是 潜伏在贩毒集团的孤胆英雄 陈宇与吴振锋先后潜入贩毒集团内部 二人配合吴坚 并肩作战 最终在公安部门的部署 下将贩毒集团彻底一网打尽 推荐原由 其一 拥有紧张刺激的刑侦题材特性 情节极为紧密 生动地展现出禁毒警察与贩毒分子之间 那惊心动魄的激烈斗争 二 双男主那极为精彩绝伦的对手戏 陈小宇王一博的演绎相互交融碰撞 进而迸发出璀璨的火花 将兄弟之间的情谊以及使命担当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 三 关于正义的坚守与宣扬 传递出了禁毒警察为了守护社会的安宁 甘愿毫无保留地付出一切的积极正向能量 四 剧情在真实性与可信度方面 较为良好的呈现出了禁毒工作的婆杂性以及危险性 主演乃是赵丽颖来饰演周匪 王一博去饰演谢允 剧情概述 多年以前 江湖中灾祸不断涌现 一代大侠男刀李征凤凰命竟沦落为匪类 自此便有了四十八寨 接着李征离世 江湖名门也相继走向衰败 李征的女儿李锦荣接任大当家之职 并与周以堂结为夫妻 周家由女初长成 然而周匪所处的朝代 乃是一个江湖没落之时 前辈们的辉煌与意气风发 在南刀李征离世后逐渐消逝得无影无踪 周匪在十三岁那年离家出走 差点丧命于喜墨江 幸而得到端王谢允相救 冥冥之中接下不解之缘 三年后 两位少年于霍家铺再度相逢 由此引出了多年前隐匿于江湖的众多宗师高手 与此同时 他们遭到曹贼手下北斗七位高手的追杀 致使两位少年深陷于一场暗潮涌动的阴谋当中 周匪凭借破血刀的招式威震江湖 以浩然之气 围着江湖名露增添了极为浓重的一笔 推荐之缘由 其一在于 构建出了精彩绝伦的武侠世界 其中饱含着江湖中的侠义之气以及豪迈之情 打斗场景极其精彩 二 男女主角之间的甜蜜爱情 赵丽颖和王一博的CP感极其强烈 她们的感情线既温馨又让人感动不已 三 有关女性成长这一主题 周匪在那江湖的历练历程中持续不断地成长起来 她那坚韧不拔的性格着实令人极为钦佩 四 原著小说的粉丝基础 拥有众多原著的粉丝群体 对剧情的改编较为尊崇原著 主演由王一博来饰演玉易晨 剧情阐述 少年玉易晨的身体潜能被外星陨石所激发 从而获得了超凡卓越的天赋 一次突发的意外状况 致使玉易晨体内那超凡的力量分散到了六位大学生身上 紧留存着能够通过摸脸来读取他人心思这一能力的玉易晨 开始逐一去寻找散落的异能 在这一过程里 她结识了一群朋友 一同去应对艰难嫌足与挑战 开启了一段饱含奇幻色彩 且充满冒险意味的 音乐 true 이에